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之后 原先的当权者被推下皇座 在历史中黯然退场 而领导组织推翻皇权的人便会成为新的皇帝 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中 朝代的更替并非如此简单 每一次政权的义主往往伴随着社会的动乱 而最大的皇权作为争夺的焦点 有时也不会顺利的有人继承 这段时间的混战便更为严重 五代十国便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唐朝灭亡后的七十年里 天下无皇帝 世间便陷入了皇权争夺的混战之中 唐朝末年翻阵割据 导致朝廷丧失了威望 也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于是有不少不成之心的节度使 拥兵自重 忽视成责发展自己的势力 五代十国并非指代五个朝代与十个国家 他所指代的是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之间的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内唐朝开始衰落 而下一个可以统一天下的朝代还没有兴起 因此各地的藩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天有四年 梁王朱温逼迫唐埃帝禅位 建立了后梁政权 后梁的建立标志着唐朝的灭亡 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 五代十国的开始 那么所谓的五代十国分别是哪五代和哪十国呢 五代这一称呼 最早来源于北宋史学家薛居正兼修的五代史 五代顾名思义 指的便是五个朝代 从梁唐靖汉州书可以得知 五代指的是梁唐靖汉州 而为了和历史上的同名朝代区分 后世又将他们称为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以及后州 大唐盛世走上下坡路时 各地势力已经开始抬头 但是由于当时还有一个唐朝政府在头上压着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从唐朝手中夺到政权 谁也不清楚唐朝究竟何时才会灭亡 于是这些藩镇也不敢造次 只能慢慢地积攒力量 不过这种悄悄发展的局面 在皇朝起义之后彻底被打破 皇朝起义举起反唐的大旗 仿佛就是冲锋的信号 再次之后 各个藩镇开始飞速发展 割据的现象也不再少见 这些藩镇的领导者 似乎已经看清唐朝必将灭亡的历史进程 一些实力雄厚的藩镇领导先后称王 这时的藩镇即使已经基本脱离了唐朝的控制 成为了高度自制的小国家 而当唐朝最后的烛火熄灭后 这些小藩镇便纷纷宣布自立 在这其中 位于华北地区的藩镇军事实力相对较强 土地开阔物资丰富的中原地区 便落入了他们的手中 在这段时期 控制中原地区的政权先后更替过五次 因此便被称为五代 这些政权虽然军事力量相对强大 但却没有实力控制整个国家 因此并没有形成历史上的朝代 只能被称为藩镇形的朝廷 天佑四年 朱温灭亡唐朝建立了后梁 据五代史记载 朱温出身于宋州荡山县五沟里 父亲的早逝让朱温从小就缺少管束 他不是生业 以汹涌自负 于是乡里的人都十分厌恶他 年长一些后的朱温参与皇朝起义 并在义军中展露头角 不久朱温投奔唐朝 和李克用一同剿灭皇朝 因为平叛有功 朱温在朝中的权势越来越大 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膨胀 他以武力取代了唐朝 杀死昭宗逼迫埃帝 建立了后梁政权 后梁建立后 朱温曾经的战友李克用割据北方 实力强大 李克用去世后 妻子李存旭即位 田有二十年 李存旭在渭州称帝 建立了后唐 同年李存旭南下攻灭了后梁 占领了洛阳并将他定为首都 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 疆域最辽阔的王朝 李存科时 大将石敬堂 成为了朝廷最大的威胁 二者矛盾爆发后 石敬堂先是处于下方 但他任七丹首领耶律德光为父 并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 换取了七丹的支持 最终勾灭后唐 建立了后境 开云四年 后境被七丹所灭 七丹人将中原 劫掠一空后撤军 这时 曾经的后境大将刘之远 抓住时机 建立了后汉政权 并迁都汴州 但他仅仅趁定一年便去世 其子刘成又即位后 想对朝中的重臣下手 但大将郭威 因身在叶都而幸免于难 听说刘成又想要诛杀自己 郭威直接起兵杀进都城 建立了后州 最终后州被宋所替代 五代说完 我们再看看十国 所谓十国 其实并不是只有十个 它是那一时期 在中原以外地区建立的 十余个国家的合称 在欧阳修所编写的 新五代史中 最早出现了十国的说法 书中的十国有 前蜀 后蜀 南吴 南唐 吴越 敏 楚 南汉 京南和北汉 前蜀的开国君主王剑 本是世代作柄出身 但唐朝末年为了生计去贩卖私盐 被捕后 王剑逃出监狱当了强盗 有机缘巧合入了中武军 因战功被封为蜀王 唐朝灭亡后 王剑趁势自立 建立了前蜀 但前蜀被后唐建立者李存旭所灭 前蜀被灭后 李存旭很快死于兵变 四川节度复始 孟之祥趁机占去蜀地 不久便建立了后蜀 唐末 淮南节度时杨习密割据一方 朝廷封他为吴王 唐朝灭亡后 他便建立吴国 但并没有称帝 顺义七年 杨府正式称帝 十年后 南吴被南唐列祖李汴所灭 李汴本是南吴大将徐温的杨子 因战功掌握了南吴朝镇 并最终建立南唐 十国中吴越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其君主先后遵唐朝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 北宋 为正统 并向他们表示诚服 也正因如此 吴越国是当时最为安定和平的国家 吴国的建立者是后梁册封的吴王王沈之 他去世后 次子王延军 世兄夺位 正式称帝 最终被南唐趁着内乱消灭 主国的建立者马英原本是木匠 后来从军逐渐成为了割据湖南的大将 随后他又攻下岭南树地 并被后梁封为楚王 被后唐封为南楚国王 最终存世55年 被南唐攻灭 南汉的建立者刘颖被后梁封为南海王 后来称帝 因地处偏远 存世50余年 南平由京南节度使高纪新建立 他被后唐封为南平王 南平占据今天的湖北一带 最终被宋太祖赵匡应所灭 后汉建立者刘之远的弟弟刘虫 也在后周灭后汉后 占据河东 在七代人的扶持下建立了北汉 最终被北宋所灭 此外当时还出现过歌剧陕西的齐国 占据越南北部的曲家 定南军 归义军等势力 十国的历史不同于五代 有着明确的先后顺序 但是他们的历史却惊人的相似 基本上都是父辈打天下 儿子却不足以撑起整个政权 以致内乱不断 最后被其他蠢蠢欲动的政权一举攻破 五代十国是一段混沌的历史 当时正是群龙无首的时代 也是英雄豪杰争相登场的年代 在那时 唐朝的衰弱是无数心怀大志的男子登台掌权 而在这短短的七十年中 上演最多的戏码便是争权夺势 这样混乱的局面 对于怀有野心的人来说 自然是最好的时代 但是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 却是痛苦的时代 战争的动荡带来的是未知的恐慌 在这个时代里 农业与手工业都因为战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历史只记载了那些称王称霸者的丰功伪迹 却没有写出百姓的民不聊生 因此 统一和平永远是民心所向 而这种歌剧的年代 也无法长时间的持续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